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清 周日评说 咱们继续开讲 广告之前咱们说了 现在这天还是挺凉的 不过上火的朋友是一抓一大把 而且他们这火上的还不大一样 有外露型的 感觉火烧火燎型的 还有内脸型的 火都赶在里边的 刚刚啊这个胃里边热啊 之后呢嘴里边啊还口气重 应该就是胃火吧 我们互动群里有朋友就说啊 说自己吧特别爱饿 能吃担心自己会胖一大圈啊 这就是胃热的表现 我们刚才提到了 胃火胃热呢 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只不过是说法不一样 那么胃火胃热 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就是特别爱饿 刚吃饱就又觉得饿了 然后看着东西就想吃 看到东西就想吃 我们终于把它叫做消骨扇鸡 就是因为胃里边的火太重了 然后呢吃尽东西消化得特别快 而且呢这样的人一说话 嘴里边口气特别大 有味道对吧 甚至其口腔溃疡 有的人口舌生疮 都是胃火胜的一个表现 胃里边火烧火了的 还口气大 这是胃热了 这个拍板了啊 重景也有招 而且郑重提示啊 这个方案还是历史上 第一个代茶饮 您尝一尝 我感觉我都不用尝 我这闻一下就感觉特别的苦 看这颜色是不是有黄莲呢 都说这个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应该很苦的 就两味药 刚才已经提到了 第一味药是黄莲 它专门除热的 还有另外一个药 叫大黄 两个药合在一起 叫做大黄黄莲泄心汤 出自于张仲景的伤汉杂病论 大黄黄莲泄心汤治疗什么呢 就是治疗胃火至肾的 听上去就有点大闷了 您看看这个叫做 大黄黄莲泄心汤 这个怎么听着 它都应该是泄心火的不是吗 大黄黄莲泄心汤 我们名字叫泄心对吧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半天 说的是胃火 怎么吃一个泄心汤 应该叫大黄黄莲泄胃汤 对吧 但是呢 以前的老百姓 包括我们现在也是 老百姓如果这儿疼 我们怎么说呀 心口污尔疼 对 是吗 不说胃疼 说心口污尔疼 所以呢 古代的时候呢 很多的胃火呀 直接我们称为心火 另外呢 确实胃中有火的时候 我们也表现出口舌生疮 口舌生疮都是心在外表现 心之苗 对 心之苗 所以就借态成了心火 大黄和黄莲树都是喊凉的 它们是不是在去火方面有侧重呢 黄莲呢 主要去的是宗教之火 主要是胃火 大黄这味药呢 特殊 老百姓知道的大黄 第一个作用是拉肚子 管蟹下的 对吧 但是大黄呢 它的加工方法不同 作用也不同 如果我们就是轻微泡一下 它的蟹下作用 就会相对缓和一些 而借着它轻浮的作用 能去除我们上脚的火 都是借其苦寒之性 来清除我们体内的热 帮忙去喂火的 大黄黄莲蟹心汤 要怎么来配的 每种三克就够了 胃热了 大黄黄莲蟹心汤能帮您 但是您还得记着 甚至刚才郑重的提示 它可是史上第一个代茶饮 重点在代茶饮上 这个汤一定要泡 像泡茶那么泡 那煎煮啊反而不好 刚才咱们给的定个性 说这个是什么味来的 苦 特别苦 苦能去火 对吧 苦大发劲的还会伤人呢 世界上最早的这个代茶饮 就一定是泡的 对吧 所以呢如果通过煎煮的方法 它的蟹下作用就强了 就取它蟹下拉肚子作用了 我们这儿当中就用它泡一下 怎么泡呢 原书里边说是用的麻糞汤 麻糞汤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水烧开了 烧开的时候 把这大黄放到里边 滚几勘 捞出来就行了 不是在一直泡着 这时候呢 取它轻轻上浮的作用 就没有卸下作用了 而取它苦寒 轻轻上浮 能够清我们上焦的火 上焦在哪儿 就是心和味的火 一般代茶饮是可以蓄水的 您这个说法的话 那这个是可以蓄水喝 按照重点的原意是吧 是开水泡完之后 捞出来就喝掉了 就不蓄水了 就别再 跟酒煮没什么区别 对 如果你总是泡着 总是泡着 成分溶解的就更多了 就失去它的原意了 就是这个作用 那这个其实如果这么寒的话 它也不适合用于太长的时间 对 确实是 另外我们也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我们只是泡一下的话 如果是泡个三五分钟呢 它的苦寒之性呢 还不会特别自强 我们服用的时间呢 确实也不宜特别长 大概三五天 把火去掉了之后 重病机制就不要再服用了 就会再次进行